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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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30分钟讲话究竟有具体内容 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谈到胡耀邦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胡耀邦的死 导致了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 但是历史得有一点耐心 我本人觉得 这是少数值得观察的一个事件之一 好 恭喜阿强女士 你又没有看到什么高调评价的方面 又没有什么新意 你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得非常有意思 是习近平 我觉得他整合他在党内 或者是介于党内和党外的力量 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 因为你看胡德平本人 胡德平跟我们一个系毕业的 我在北京当时也见过他们 他是干部子弟中相当感言的一个 也思想比较开放 能说很多经常比较 应该说有常识感的话 那么他也是一个象征 作为胡耀邦的儿子 他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 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也知道习近平的反腐 得罪了不少红二代里头的人 那么我想这也是他的一个姿势 能够重新整合 他在党内和党外的一些支持力量 好 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反腐败的结果 暴露出来 中共积累了大量的负资产 同时官方和民间的彼此之间的 这种对立也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觉得这次开高调的纪念 胡耀邦诞成100周年 好像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希望 从胡耀邦这个比较单纯的 老百姓尊重的领导人身上 挖掘出一点正资产来 来弥补现在当局摇摇欲坠的声望 那么另一方面呢 他又同时希望 利用老百姓对胡耀邦的尊重 增强一点 现在正在迅速消失的 这个政权的向心力 我想这两个目的都是合在一起的 同时我也看到 这次座谈会 习近平有一个稿子 他是念的 但也有可能他有及其发挥 也许之所以到现在 我们看不到他讲话的书面稿 可能就是他的脱稿的讲的话 什么时候修改了 能不能拿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 对 确实是 我们只知道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是说他提到高度评价了 胡耀邦的业绩和人格 但是没有讲具体的内容 那么我们知道 高文青先生 11月20号的这个纪念活动 只是几个月来 官方不断造势的这个高潮 那么此前中共还默许胡耀邦的子女 发表了缅怀他的文章 也推出他的文选和大型的纪录片 但是左派的乌有之乡等 也在近日发表批评胡耀邦的文章 有人说当局和民间的自由派 以及左派 在胡耀邦身上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都想利用胡的这个政治遗产 来为自己的议题服务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您认为当局自由派和左派 各自在胡耀邦的身上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一种各有各取所需 这是历史人物的一个宿命 那么我觉得重新评价 胡耀邦的不在于多高的规格 也不在于习近平是否出席 也不在于是不是给胡耀邦又戴什么高帽子 而在于给他摘帽子 那么还他一个公道 那么胡耀邦是背着反自由化不利的 这么一个罪名的抑郁而终的 他的遗照刚才这个电视上有 他的遗照是当年杜修贤给他照的 在他得病前两天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明显的是满面愁容 可以说他是当时杜修贤就让他说 耀邦同志你能不能够笑一笑 胡耀邦怎么回答呢 胡耀邦说我怎么笑得出来 那么可以说胡耀邦是暴恨而终 就是说这是胡生前这么一个 不能释怀的这么一个心结 这个胡德平也明确讲了 说胡耀邦的遗愿就是希望 中央能够对他的问题有一个结论 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心想纪念胡 就应该的话改变这么一个结论 给胡摘这个帽子 否则的话我觉得只是忽悠 那么胡耀邦在地下有知的话 也不会疏眉开言 好 王康先生 您觉得胡耀邦作为一个前中共领导人 他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什么 两点 第一就是人所共知的 他在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当中国中央主席的时候 主持的大规模的平反原点策案 这个平反原点策案在中国历史上 甚至在人类历史上 我们面都是空间的 肯定在数量上规模上 远远超过林肯的解放美国黑奴 以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 把几百万这些政治犯 这些被迫害者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 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德政 但是多年以来 这个中共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基本上不宣传这一点 第二就是胡耀邦的死 一个历史人物的死 导致了人类最大规模的 最持久的一场民主抗议运动 这是胡耀邦的巨大的荣誉 也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资产 就是说胡耀邦生前组成了中国最大的 平反冤假错误的德政 他死后导致了中国的整个社会 全面地对这个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反思 进行批判和抗议的民主浪潮 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这个 所谓的历史的或者精神和政治的遗产 龚小杨女士 我想谈一点我自己知道的 个人的胡耀邦的事情 就是我亲眼看到的 那当年57年的时候 中国大概打了从55万到200万右派 差不多这么这个数量的右派吧 这右派中后来是反右 右派是77年改正 改正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尾巴 说为了因为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先锋 那么就是有几个人说死了不平反 这几个人之一呢就是林锡林 当年人民大学的学生 当年林锡林跟我很好的朋友 他到北大去 他到北京去弄平反 没有地方住 所以我招待他住在我的书舍里 他每天去找胡耀邦 因为他跟胡耀邦的秘书非常熟 胡耀邦的秘书也被他的受了牵连 那么胡耀邦本人亲自接见他 而且胡耀邦本人亲自在他的 在他的这个结论上批字 当时我是挺感动的 因为胡耀邦当时手里处理着多少百万的案子 但是呢他亲自过问这个案子 最后呢因为邓小平上面是不能平反 那么对于他 但是对于他做了20年牢这件事情呢 还是急于平反了 所以这个里头 胡耀邦本人就对人对个人的一种人文关怀 我们是能看得见的 我们知道外面很多分析人是在提到 习近平对这个胡耀邦的高度评价的时候呢 归结为习仲勋与胡耀邦的关系 那么还提到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关系 我想听听高分天先生的 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就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习家人和胡家人有什么样的渊源 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胡耀邦家和习近平家 这个习仲勋家的私交 并不是他们两人关系的真正的这个重要的层面 我倒是觉得是习仲勋个人的性格 还有他的一些理念和胡耀邦自然的相近 那么我观察了一下 胡耀邦在任的最后四年 从1983年到1987年初 四年当中 中共高层邓小平 陈云 胡乔木 邓立群等等 这个顽固派 从大佬到一批干将 先后六次 对胡耀邦发动攻击 这个施加压力 最后是把胡耀邦搞下台了 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那就是这六次当中 每一次习仲勋都挺身而出 顶住邓小平陈云的压力 为胡耀邦辩护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出于私交 而是出于公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胡耀邦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有性格上的很多特点 比较坦诚 单纯 与老百姓亲近 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有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地体现了他的性格 那就是宁可得罪个别人 不可得罪十亿人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习仲勋和他有某种相似之处 好的 龚小夏女士 请等一下 我这里想补充 因为我当年也是当了反革命 我的平反是习仲勋给我平反的 所以我就观察他们两个人 就说在一些个人城市上 那个习仲勋当时我们开平反会的习仲勋 到跟我们谈了几个小时 他说我们 你说我说我们 对 受到多不公正对待 他站起来说 他说你们别说了 共产党的老我做了16年 有5年是带脚料过的 好 高文庆先生 刚才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同意小农的说法 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胡耀邦跟习仲勋呢 在历史上没有更多的那个交集 两个人是不同的山头 他们俩真正在一块呢 就是在粉丝人帮之后 那么胡耀邦是总书记 习仲勋呢 是书记处的常务书记 可以说是胡耀邦的第一助手 两个人的话 思想开明 这个配合默契 这个的话呢 是他们这个什么 但是呢 我也觉得的话呢 这一次高调 习近平高调这个纪念胡耀邦 应该说呢 也不能说没有个人的这种考虑 确实是给当年 这个胡耀邦 习仲勋当时受的委屈呢 出了一口气 可以告慰这个 他们的他的父辈 但是的话呢 这个是有限度的 这个限度在哪呢 就是说不能够危及 党国制度 如果危及这个的话 那习近平是不会答应的 刚才小农说呢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习近平 讲话中脱稿 会不会讲出什么话来 我觉得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 因为的话呢 他如果涉及到了 这个反自由化的话 这个话题的话 他又不可承受之重 好的 说到这个反自由化 我们知道胡耀邦生前 他最大的这个政治遗产之一 就是所谓的解放思想 他当时对于西方思潮 和这个普世价值 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对于知识分子 也比较放松 那么我想就对比 今天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方式 好像跟胡耀邦形成一种很鲜明的对照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刚才提到这个习中勋和胡耀邦的关系 但我们现在既看不到这个胡耀邦的这种政治遗产的这种影响 也看不到习中勋本人的那种仗义之言的这种道德的这种力量 我们反而看到的是 好像是邓小平和毛泽东在中国这个圆土重来中山在一起的味道 说到这个胡耀邦的这种 所谓对西方价值或者现代这个文化或者理念的 有一些基本的认同 恐怕这个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他那个时代 甚至包括我们那个时代 对所谓的西方的普遍的或者常识性的价值 基本上不太了解 但是胡耀邦特别有良心 刚才这个老高说的话 就宁可让一个人得罪一个人而不要得罪十亿人 这是典型的 这是中国式的这种良知 良能的这种力量 我曾经问过这个朱厚德 朱厚德是中宣部长 是被胡耀邦专门从贵德省委书记提到 直接做出任中宣部长 他就是三宽政策 宽容宽厚宽松 他说这不是我的法理 这是胡耀邦在1965年在西北局的时候 在陕西省的时候 就发起了一个所谓的解放思想解放人 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这么一场 这么一个号召 所以胡耀邦本人出于他的这个良知 并不是出于他的理性或者知识的 或者西方价值的考虑 而就是倉导一种比较宽容 比较包容的这么一个思想 这个本来就是自由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良心的基础 有了这么一个基础和这么一个空间 西方的理论也好 其他的现代化的理论也好 普世价值也好 就有一个进入的 一个被讨论被接纳的一个余地 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习近平跟这个 跟胡耀邦之间的关系 当时胡耀邦他们说是被说自由化 其实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一个常识感 他就是常识 这个就应该这么做 一个良知一个常识 你要看中共党内的改革派 胡耀邦 习仲勋赵紫阳他们 其实你说他们对西方有多了解 并不太了解 当年记得胡耀邦在北京当时给我们讲话 也就是说你们都要我们要学习西方 要用刀叉不要用筷子 那个要穿西装打领带 这他最早提倡起来的 那么实际上你从他整个这些做法看 他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理解是非常皮毛的 但是他有很基本的常识感 觉得这么做不对 把迫害这么多人不对 他良心上良知上不行 而且国家经济这么 当时是这个涨社会主义潮 不涨资本主义苗 这种做法不行 所以包括像万里 他们都 他们中共很多时候 你知道共产党毛泽东的做法 很多是违反常识感的 而他们是恢复常识感 而习近平现在的很多做法 其实也是违反常识感的 包括他的这个 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 这已经中国已经到哪 到哪一年代了 他还这么做 做是违反常识感的事 所以我非常感兴趣的是 在这个方面呢 习近平跟胡耀邦 他是他怎么谈胡耀邦 哪怕是官方的东西 我也很感兴趣要看一看 好 听听高文青先生意见 您怎么比较胡耀邦和习近平 作为中共领导人的特色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那么习近平上台呢 两年了 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呢 他跟胡耀邦的形象呢 是截然不同 习呢 学毛邓呢 可以说颇有几分这个神似 但是对胡的话呢 可以说连形似都谈不上 这个完全是两股道上 那个跑的车 两者呢 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比如说胡耀邦思想开明 他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 突破两个凡事 同时呢 就是带动了全民的这个思想启蒙 而呢习近平上台呢 他是开倒车 向左转 那么封杀沿路 全面的这个控制这个家庭控制 控制社会 这是一 另外二的话呢 就是胡耀邦呢 平反冤假错案 给右派摘帽子 这个而且呢 他讲出很多令人这个 就是感人肺腑的话 比如说刚才小龙提到那个什么 宁可这个 就是不让十亿人哭 实际上他的原话是 宁可一路哭 不可 宁可一人哭 不可一路哭 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话 就是说 我能 我得罪几个人 但是我要造福于天下老百姓 而呢 习近平上台呢 他这个最大的事情 我看现在是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 制造新的这个冤家 新的冤案 再有呢 这个胡耀邦呢 为人的话呢 宽厚 连那个邓立群都说他不搞阴谋 而习近平呢 我的感觉呢 是貌似人厚 实则呢 心机很深 他善于掏毁之术 而且一阔脸就变 他现在给人心中的印象呢 他没有一个就是 不像胡耀邦那样的坦诚 那么我想呢 是不是这个也是习近平 从反面接受了胡耀邦的教训 这个还有待观察 好 陈蒋农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纪念胡耀邦的诞生一百周年 我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整个的纪念活动是用物虚的形式 试图呢 从这个胡耀邦的社会影响当中 挖掘出一些个对当局有利的因素来 但是呢 有一个核心问题 那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谈到的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今天还有吗 早就没有了 实际上 胡耀邦下台的时候 就是中国思想解放从此结束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 1987年到今天 中国再也没有思想解放了 而最近几年不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这个口号不能再出现了 现在连这个思想潜质也被正当化了 所以很有趣的是 中共现在纪念胡耀邦 不是纪念胡耀邦的精神遗产 而是却想收获胡耀邦种下的老百姓的信赖 这个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很有 是一个很有趣的反讽 好的 最后时间不多 我想请每位嘉宾呢 每个人评论一分钟 就是我们知道胡耀邦身上是什么特色 使得他很难在中共体制内生存下去 那么我们知道胡耀邦至少还生存在一个中共相对开放的 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 那么现在在今天的习体制下 还是否能够出现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先由您来评论 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种特殊的现象 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必须要一种选择经常 究竟站在党的一边 还是站在人民的一边 这个二元对立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 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一般国家不具备的一个历史现象 胡耀邦如此 波兰的哥姆尔 卡杰克 杜布切克 这个匈牙利的那几 都是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候 站在人民一边 还是站在党国一边 那么他们胡耀邦跟他们一样 站在人民一边 这是胡耀邦的人民立场 最不被这个党国专制所容的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也是他的良知 他的常识 他的所有的道德品质的 一中的立土体现 人民性 人民立场 好 小夏 当年在 我记得在北京胡耀邦在世 还在位的时候 北京对胡耀邦最普遍的一个评价 是不成熟 为什么不成熟 他出来讲话总是非常兴奋 高高兴兴的 他愿意跟人们讲话 听到什么东西他会落泪 他很有感性 那么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 所谓这种不成熟 也就是说良心未敏 是一个非常惨见的现象 你当官上去 你要成熟 你要问重 你要看得再残酷的事情 你要不动声色 你甚至不动心 所有这个胡耀邦是个非常带有人性 人性化的人上去 他这个不成熟 就是说 甚至有时候的党内被看不起的不成熟 正是反映他进行的率真 这是真是他的一个艺术 说到这个中共总书就落了 我就只想到胡耀邦 还有一个就是赵紫阳当年到天安门广场去探望学生 他当时快要落泪的样子 所以这两个是 两个都下台了 好 再听听高文青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胡耀邦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有一颗求真的心 他是中共党内呢 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 当邓小平不能够容忍他 也就是因为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国之上 这个胡德华呢 有说法 就是说改革究竟是为了人民 还是为了党 这是他父亲 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根本的分歧所在 而呢 在中共目前的这么一种 逆淘汰的这么一种体制下呢 你如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国利益之上呢 那是根本那个待不住的 所以胡耀邦呢 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一个绝想了 那么呢 这里面我想的话呢 这个杜岛正呢 日记里面最近披露的话呢 有关于赵紫阳讲的话 我想最后来念一下子 赵紫阳说呢 现在政治局多数人呢 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信的是顶头上司的顺治者昌 逆治者亡 信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升官 保官的官金 这个呢 是中国官场的现实写照 好的 最后请陈晓冬先生短评一下 我注意到啊 胡耀邦的孙女 在最近写了一篇 导念他爷爷的文章 其中有两句评价 非常精荡 他用的话是这样说的 他指胡耀邦 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 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反映了 胡耀邦的性格 也反映了胡耀邦 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政治选择 那么剩下一个大问题就是 逆流和邪恶在哪里 就在这个体制内 就在党内高层 可惜的是 胡耀邦这样的正义和良知 没有办法抵抗 他孙女讲的所谓的邪恶和逆流 好 谢谢各位 有关中国当局为何高调纪念 胡耀邦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感谢高文谦先生 参调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巴黎遭遇血腥恐怖袭击 西方社会的开放理念 和多元化价值观是否被挑战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故意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 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义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1月20号的 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被称为欧洲911的 巴黎恐怖袭击 使文明的冲突 这个说法再度成为 西方社会 争论的焦点 美欧多国也出现反穆斯林 和抗议接受 叙利亚难民的舆论浪潮 一些右派分析人士认为 西方国家多年来 奉行的多元价值观 和政治正确 纵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 在难民等政策上 秉持的开放理念 也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 恐怖袭击的目的 就是要加深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世界的敌意 放弃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化 将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 形成背叛 那么西方文明 与穆斯林文明 是一定要此消彼长 还是能够和谐共存 面对全球此起彼伏的 伊斯兰恐怖活动 继续开放多元 与加强审查控制 哪个是更好的药方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 参加这个话题 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 杨鹏先生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美国之音记者 社会学家 龚小夏女士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 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 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 程晓农先生来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巴黎这次恐袭 引起各界人士 对于欧洲各项政策的反省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您认为欧洲有哪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这一次恐怖袭击之后 法国政府做了很强烈的反应 准备从军事上武力打击 在叙利亚还有伊拉克的 伊斯兰国的恐怖势力 这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欧洲国家几乎从总体上 都有一个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在欧洲这块土地上 欧洲人用自己的税收 福利制度养育成长的青年人当中 会出现这样一小群 以欧洲本国人民为敌的恐怖分子 这些愿意做人肉炸弹的人 是怎么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为什么他们会生长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整个欧洲的 占支配地位的左翼思潮有很深的关系 欧洲不能讲是没有责任的 因为自从这个七十年代之后 在法国生长出来的这个后现代理论 在整个欧洲形成了支配性的影响 其中文化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等等 都使得他们一方面 这个不断地批判否定欧洲的文明 同时又以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借口 允许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瓦哈比教派这样的鼓吹杀戮 鼓吹消灭西方文明的这个意识形态 在欧洲自由的蔓延 同时在乌托邦思想的支配下 他们又盲目地对这些这个恐怖分子的活动 抱有一种这个不切实际的期待 认为他们不会伤害欧洲人 因此常常是用不设防用善意来对待这种暴徒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 不但不能够遏制像瓦哈比教派 这种意识形态的蔓延 相反还培育出了无数的所谓的反恐战士 好的 现在在伊斯兰国大概也就是一万多武装士兵 其中三分之一是欧洲去的 而法国就诉讼了一千二百个 一千二百个当中还有二百个返回法国了 现在还在法国潜藏着 这就是一个欧洲国家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 好的 好 恭喜你 说到欧洲的左翼思潮 这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误区 就是说多元社会 我们多元 多元文化 我们接受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整个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 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多元价值观 这是一元价值观 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 民主社会所接受的 不是说我们各种各样价值观 都可以平等相存 就是文化可能没有高下 从文化相对主义说 那么我爱吃 我要吃猪肉 我不吃猪肉 我愿意星期天怎么过 我愿意星期六怎么过 这是多元文化 但是得必须是一元价值观 这个一元价值观就在于 我如果我多元 我有我的生存方式的话 我也允许别人选择 我的生存方式 现在问题是 就是说当我们说到欧洲 这个文化冲突的时候 我想一会儿我们还谈 伊斯兰教的问题 伊斯兰教是个正教合一 正教合一的宗教 那么这个伊斯兰教进来之后 它也是一个一元价值观 它的一元价值观的基础 就在于否认多元价值观 所以这中间有个内在的矛盾 欧洲的多元化和他们的这个 好 听听王柯先生的意见 这个巴黎在历史上 还有几次是著名的光天化的屠杀 一次是中世纪的时候 1572年的8月23号 就是胡格诺的时候 新教徒被天主教徒屠杀 一次杀掉2000多人 然后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那么从1789年到1794年 短短45年期间 有6万多人人头在断头台上落下来 然后就是路易波拉巴的复辟王朝 1851年12月2号 在王政广场一次屠杀了 1000多共和党人 那么这一次公开的屠杀 虽然只有200人左右 比历史上的几次著名屠杀要少得多 但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把整个巴黎 整个法国 整个欧洲 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作为对象 它不是选择理所乎 而是同归于尽的这种 从来没有的 全所未有的一种战争 战争哲学 显然这个1113的 这个巴黎恐星案 是给人类提出的一个新的团体 好 听听杨鹏先生意见 我完全同意刚才说的 价值方面是有高低 是有善恶似非的 然后呢 其他的文化习惯 是可以多元化的 那么这个刚才大家讲了 这个法国对这个恐怖主义袭击 它表现出一种 整个欧洲表现出很困扰的一种精神状态 那么我觉得一个 就要追溯它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原因说起来 还是从启蒙运动来的 因为启蒙运动有个特点 启蒙运动呢 它追求自由 但它同时呢 是反对这个宗教的 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欧洲国家的 这个宗教邻居力的这个下降 那么宗教里面就是有邻居力问题 有善恶似非问题 有集体行动能力问题 所以法国呢 它在讲思想自由的时候呢 最后诞生出了 这个过分的多元主义 相对主义 和对本来它认为是 应该是对错似非的东西 但它都以文化多元的方式 进行了包容 那这样呢 我觉得造成了这个 它在这种非常凝聚的 这种恐怖集团的袭击下的时候呢 它就显出了它的涣散 就是这个 这是欧洲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它的社会凝聚力 由于信仰的溃散 它的社会凝聚力 和集体行动能力的 涣散的问题 好 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呢 法国理查周刊才遭到 这个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 现在又发生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袭击下 那么整个欧洲现在都有一种 伊斯兰化 就是西方国家伊斯兰化 尤其是欧洲 这个伊斯兰势力上升的这种担忧 那么我想听听 您觉得这个是欧洲右翼势力制造的 微言耸听的 还是确有其事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欧洲的这个舆论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 是过度的对右翼势力抱有一种敌意 但是呢 如果仔细去分析一下 其实欧洲的更大问题 是这个我把它叫做左倾右之病 和这个左倾优越感 所谓左倾右之病 就是一种乌托邦思维 认为这个像欧盟这样的 跨国的一个大乌托邦 能够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 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左倾优越症呢 就是觉得非左就是落后 就是保守 越左越光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实际上他们的 像文化相对主义 它的这个价值基础 是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 而价值相对主义的本质 是道德虚无主义 这都是欧洲左派发展出来的 一系列所谓的后现代思维 正是这些思维 削弱了他们的凝聚力 比方讲很明显的 当主张杀戮 主张消灭欧洲文明的这些个瓦哈比教派的这个极端主义分子的主张 在欧洲大陆各个穆斯林聚会场所在私下里或者半公开的传播的时候 他们采取的是宽容 当恐怖分子自由活动的时候 他们也宽容 我举两个例子 这次组织这次巴黎恐怖袭击的人 2013年就从比利时跑到了叙利亚 但是有趣的是当他在网页上公开宣战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恐怖分子居然在过去两年里头 多次在比利时 德国 法国和叙利亚的这个 伊斯兰国之间自由旅行 来回的跑 在法国领的钱又到那里去煽动恐怖袭击 再回来组织 还有这次恐怖袭击的八个人当中 唯一活着的那个叫沙拉的 居然堂而皇之的袭击完以后 就回了巴黎北郊他的一个藏身之所 打电话通知比利时另外两个人来接 接到他以后 进入比利时国境的时候 法国警察拦住他的 居然又把他放走了 现在进入了比利时就完全消失了 欧洲拿他玩 好办法 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左派的乌托邦思维害人害国 好的 我想刚才陈晓农先生说到 这个欧洲的左派很重要一点 龚小燕女士也许可以跟我们澄清一下 就是欧洲和西方所说的左派思想 其实跟中国所理解的左派思想 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不一样 我们用这个社会学家 卡尔曼海姆的分析来说 特别简单 他什么叫左派右派 什么叫应该 他是用保守派和激进派 这么来分析 保守派 所以中国的中国国家是左的 所以中国的保守派是左的 那么中国的自由派是右派 在欧洲呢 国家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这个多数人是相对保守的 特别是美国 美国的保守派的力量是不要 那么退要反对这个政权的 保守是他是保守的 反对这个政权是左派 所以欧洲的左派 那是不断的挑战社会 挑战这个政权的 其实刚才我想补充小农说的一点 我上礼拜刚从欧洲回来 你在欧洲就能看到这个大量的穆斯林 这个存在 比如说比利时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居民 百分之四十是穆斯林 现在在比利时这个国家里头呢 就是最流行的男孩子的名字 就是穆罕默德 那么你到巴黎 巴黎是法国十分百分之十一的人口 是穆斯林 而且都是从前殖民地以过来 他们这很多这些欧洲国家在 在这个 在非洲都有和中东都有殖民地 原来他们就对这个殖民地原来 殖民他们作为殖民主义者的历史啊 特别是左派抱有一种非常 负旧感 负旧感 就根据这个负旧感的 所以他们是对他们前殖民地的移民 来非常容易 比如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人想移民法国 那简直就是差不多可以自由的自己 非常容易就能移民 这都是跟当初历史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他们也是部分的在承受这个苦果 好 请你王克先生意见 这个巴黎恐怖袭击啊 我觉得从历史观点来看的话 还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这个美术冷战夹章而止 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出展来临 整个人类社会在文明的这个价值观上 严重了之后 第二就是欧洲的一体化的进展 它需要时间的磨合 主权的让渡和共享 它现在还在一个常识阶段 欧洲它属于四分五裂 到一个欧洲合众国的出现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伊斯兰国 伊斯兰的这个极端主义趁虚而入 另外它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减型的 欧洲的一个观念 就这个应该说是追溯到 启蒙运动以来 包括科学革命 包括戈白尼 这达尔文 现在爱因斯坦在内 马克思 理睬都是这样 他们导致了欧洲的整个的 这个虚无主义的出现 这个虚无主义 说到你就是 一切都靠人类 不要上帝 要离开上帝 才能建立人间天堂 而法国是欧洲的 启蒙运动 这个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一个中心 某种意义上 现在反正法国的这个灾难 我不能说是它 就是难辞其咎 确实有这个责任 而这种虚无主义 推演出来一个逻辑就是 人类根本不是宇宙中心 人不是万物之灵 所以人就是一种宇宙的 最大的神秘力量的一个 临时的和偶然的一个产物 非常的微小 这种微小导致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自由平等 博外平等 要推移到所有的人 所有的文明 包括带有邪恶的 带有危险的人物和文明身上去 所以才制定了一系列的 就是欧洲的 欧洲并夫自主了的 这种导致1113的这种灾难性的 这个事件的有关的政策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就是您讲的欧洲这个虚无主义 我想听听杨鹏先生 就是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美国和欧洲 似乎有所不同 那么您来谈一谈 为什么欧洲的虚无主义 或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带来这样的恶果 那么跟美国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美国跟这个欧洲 虽然都是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 但是它们之间是有非常深刻的差别的 这个深刻的差别就是 美国的现代国家的建立 是跟新教徒追求宗教自由 它是一起来的 所以整个这个美国的国家精神中 这个以新教为主的这种宗教坚守 宗教里面呢 它有一大特点 第一是邻居力 第二呢 它善恶是非观点非常清晰 这样的造成了它的意志和 对不起杨鹏先生 您的这个声音不太清楚 我们待会再回到杨鹏先生来发表看法 我倒想接杨鹏先生说的那个情况 说一下 因为我就是我在 我在阿姆斯特丹刚待了几天 我就非常感兴趣 欧洲到底有多少人还信宗教 星期天早上我上飞机之前 就到各教堂就转了一下 发现教堂里特别非常宏伟的大教堂 人数寥寥无几 那么里头基本上都是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人 年轻人没有去教堂的 而到美国你看吧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你看看欧洲信宗教 认为自己在都信宗教的人口 大概也就百分之二十 美国有百分之七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而美国你要看911之后 美国的反应 美国的普遍反应 除了知识界很少一层人以外 美国的普遍反应就是我们是正确的 他们是邪恶的 这是一个说听起来非黑计 但是这一个非常清晰的道德观念 而在欧洲你现在看见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尤其是对穆斯林恐怖主义 在他们欧洲国 欧洲各个欧洲国家之内 建立他们整个恐怖活动 那个整个就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争论 这在美国人看起来其实是很可笑的 好 陈晓彤先生 我注意到我原来在国内工作的同事冯楚军 最近对穆斯林文明有一个总结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他说穆斯林走向世俗化或者现代化 到现在为止大概就是三种情节 第一种就是强权统治下的世俗化 比方讲原来的伊拉克卡扎菲都算 但是一旦强权政治垮台 马上原教旨主义就很容易就趁虚而入 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穆斯林移民进入欧洲社会 那么本来好像是在那里是少数民族 很容易被同化 结果呢 他们照样会受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影响 第三种情况 就是穆斯林国家 他们自然的慢慢的进化 现在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例子 但是呢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失败的例子反而很多 那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这个瓦哈比教派 这批极端主义者的行为等同于所有的穆斯林 但是穆斯林文明的这个进步过程 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是他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 还有他的历史传统当中 确实存在着阻碍他们走向世俗化 现代化的这个很多因素 那么问题在于 作为已经现代化的这个民主国家 他们对穆斯林文明的态度仅仅是尊重吗 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去帮助穆斯林国家 还有这个穆斯林民族 发展他们更好的穆斯林的文明 而尽量的压制那些具有杀戮性质的 这个暴虐的这种这个宗教信念 现在很多人是把这两个把这个穆斯林当中的暴虐的信念 和其他的这个温和穆斯林混为一谈 要么就是整个否定穆斯林 或者是呢就是全部宽容他们 好的 想听听其他的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就是文明的冲突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很多人觉得 穆斯林文明内部有非常多的需要反省的地方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说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宗教信仰问题 所有的美元上面都有一句话 英高的为主持 美国当然现在肯定是西方可能唯一的一个 还有清教这个宗教信仰的 很农业的一个国家 这个关于文明冲突问题 这个亨廷顿在1993年的这个哈佛大学 你的老师辈了 这么说 我认为是20世纪末 这个西方学者的一本先知识的著作 他虽然非常 他不划从取从 没有危言耸听 他非常理性和冷静 代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文化立场 但他却是不断地为911 为这个包括1113的巴黎恐袭 以及中国的崛起 俄罗斯的无妥是从所证实 那么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 他反对在美国国内推行文化多元性 但是他主张在世界上推行文化多元性 他认为一个世界化的美国和美国化的世界 都是不可能的 有害的这种幻觉 但是呢 亨廷顿的悲观主义 他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里面 最后说的是 看着很阴郁的一个色彩 一个结论 他说也许 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黑暗时代 文明可能被野蛮所替代 那么文明的冲突 恐怕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所以他特别主张就是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 建立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我们能够挽救文明的 最后的一个保证 我个人认为 这个全力论有个观点特别有意思 这个罗素曾经说 人类有三种可能性 一个是共同毁灭 一个是文明衰败 退回野蛮 一个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取决于美国和苏联当时冷战 谁胜谁负的这么一个后果 但是亨利顿不诞成 亨利顿认为民主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斗争 只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一种斗争 它是历史的短暂和表象 而伊斯兰和基督教事件已经进行了1400年的 你死我活的 关于土地财富权力 关于灵魂的这个你死我活的波及 而且这种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1113巴黎恐怖案应该是再次验证了 这个亨廷顿教授的这个卓越的见解 对不起 我想听听杨鹏先生的意见 因为他刚刚从电话上回来 刚才杨鹏先生正在提到 美国和西方在处理 比如说像文化多元等等 这些问题上的区别 那么请您继续来跟我们谈一下 对 然后呢 对不起 刚才这个掉线了 欧洲呢 它这个确实因为启蒙运动 然后呢 追求这个个人理性 最后呢 它造成了这个宗教邻居力的这个换散 以及相关的三恶四非这个理念的这个 这个换散 它会把很多问题呢 当成了一种 需要去尊重多元的一些问题 其实呢 这样呢 造成了它面对 对方凝聚力的这个 具有凝聚力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 它没有这种反抗能力 其实我觉得呢 但是刚才听了这个 王康先生说的这个 用了邪恶的文明啊 包括这个文明认可 这个汉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的这个想法 我是有点不太同意的 我简单说两句 因为我觉得这个从文明的角度 如果从伊斯兰文明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古兰经里面有惩罚 仇杀这些问题 这些内容 但是它也有爱与宽容的 那么同样的圣经里面 你要去读圣经 圣经的旧约里面也充满了惩罚和杀戮 甚至是灭族性的杀戮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世界 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杀戮性情节 而相反呢 这些打着伊斯兰信仰旗号的 这些魔鬼 小魔鬼们 然后他们却开始去这么残暴地去处理事情 也就是说经典里面是百宝箱 什么内容都有 最重要的不在于这些经典本身讲的什么 更重要的是说 你怎么去利用经典里面的不同的内容 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仇杀的东西 但你为什么基督教世界现实不去找呢 他历史上他也曾经找过 所以更重要的要去研究 他为什么这么去利用经典 我觉得其实核心问题 还是一个现代化的失败者和现代化的弃儿们 他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报复和反抗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的本质还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 胜利者 成功者的国家和人群 和现代化进程的失败者 被抛弃者 或者被边缘者 然后他们对现代性的一个反动 然后一个报复 一个很虚无主义的 一个没有未来的这么一种挣扎 我觉得是一种挣扎 天地共产女士对于杨鹏先生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里头人类 如果从人类长远历史来看 就是说他伊斯兰教文明这里 和基督教文明这个冲突里头 显示的是 就是说不是说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我觉得他们现在从恐怖分子 他们这个角度来谈 他们觉得他们才是未来 我记得亨廷顿算是我老师 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学生 他的另外一个学生是 就是福山 福山在后来他写的这个历史的终结的时候 他民主制度把这个历史都大同起来 历史就可以终结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起来 伊斯兰教这个就并没有 因为伊斯兰文明 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文明 这个政教合一文明 现在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 更恐怖的多是什么呢 他是宣布他在恢复一个哈里发制度 而这些人在巴黎恐怖袭击的人 他认为他是那个国家的国民 因为在他们的宗教 从他们的理论上看起来 他们应该是统治世界的 好 王柯先生好像有要回应 杨鹏先生刚才的说法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当然都是发源于这个地中海原案的 如果现在回去 为什么基督教没有 现在至少没有对人类构成 这种不可忍受的这种威胁 因为它有宗教改革 它有伟大的新教改革的这么一个成果 就它导致了这个政教分离这个原则 美国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原则 这个社会学家约翰 那个谁说 美国不是不知道宗教的重要性 是他也看出宗教的重要性了 所以美国的宪法没有鼓励某种宗教 或者是反对宗教信仰自由的 这么一个法律条款 我现在觉得这个伊斯兰国的最大的威胁 他们退回到某种中世纪状态 他们但是有一种空前的 人家没有的就是共同毁灭的 末世决断的心态在面对这个世界 它不是辞来者边缘化 或者失败者和成功者和主导者之间的关系 而是与一种生存值根于伊斯兰教的 甚至在教育本身里面的这种 唯我如尊 唯一神论 这种世界就是我 我就是世界的最高的真理和最后的解决方式 这个必然导致一种所谓它的末世决断 这个是宗教问题 这个某种意义上我不是个宗教徒 我们的非宗教人士很难完全地理解 从历史表象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以称为 人类最大的邪恶和最大的一个公害 好 最后还有两分钟 杨鹏先生好像要回应 好 请讲 再回应一句 因为我觉得如果看《古南经》的内容 其实它是渊源于旧约的 对吧 它是渊源于犹太教的托拉的 所以这个但是你看同样信奉 这种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前现代的原则 在这个越往这个人类的文明开始的时候 就是宗教对政治有非常大的控制 它是一个完整合性的国家 整合性的文明 它并没有后来随着现代化 带来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 那这样的逐渐逐渐地出现了 这种政教分离的社会构建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政教分离作为国家制度的出现 它也是现代化专业分工的一个结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追求继续追求政教合一 那你要看在摩西那个时代 摩西当然是政教合一的 对吧 杨鹏先生我想在您继续之前 我想请您澄清一下 您所说的所谓现代秩序 到底指的是什么特点 这个社会 我讲的现代秩序就是 它的经济的持续发展 现代的科技的发展 然后呢专业化的分工的深化 这种东西表现在政教分离上 也表现在政府次序的三权分离上 也表现在这个各个专业人的平等上面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其实呢在社会学是习惯用一个词 叫现代性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不能脱离现代性 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它是反现代性的 它是反对现代化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这种不能用邪恶这个词 来讲政教分离 而是说它就是一个前现代的 将被抛弃的一个文化 好 对不起时间关系 今天的教练对话 我们必须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宁昕 感谢各位嘉宾杨鹏先生 王康先生 龚小夏女士和程晓龙先生 一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YouTube 或者美国精英中国网站 观看我们节目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